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个基于血缘的一个数据仓库发现的一个实践 本次分享的话也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 第二个事情的话会介绍一下我们在在自己的一些应用场景 后面会然后第三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去做这件事情的 后一个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以及我们的一些特性 背景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数据中台的背景下面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数据仓库 它里面包含了公司整个整个业务线的数据 通常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通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解决 就比如说我们想知道这个表它具体是哪个业务线的数据 或者说我们想知道某个业务线的数据 它都包含在哪些表里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核心的字段 然后这次段 我们想知道它有没有在下游进行一天的过程中 把这些数据来转送到了其他的表里面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字段 或者有一些敏感的数据 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些敏感数据 它都存在于下游的哪些表里面 然后从而呢 我们会对这些表进行一些权限的管控啊 一些数据的清理之类的 在起初呢 我们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进行确认 人工的方式的话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产本会非常高 我们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来解决这个事情 周期会非常长 还有就是 总清理会比较低 然后因为打标的标准的话 其实每个人的理解都会有或多或少会有些偏差 还有就是 我们的 它非常不灵活 就比如说我 某一天突然变了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我可能还要再投入 很多的人去把这些重新去标记一遍 然后这样做的话 后面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面引入了一个数据发现的一个方式 来通过系统来自动化 工程化的来解决这种问题 当你的标准啊 或者一些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完成所有 还有表的一个识别 接下来的话我们 我会介绍几个在字节的一个场景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场景 这个耗表的业务归属 这个前面也稍微有提到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表是吧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日制表 它会包含所有业务线的数据 我们想知道它的下游表 它的下游表里面都 每个表都是在哪个业务线里面 然后可以看右边的例子 然后这个circle的话就是看第一个circle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tableA 它有一个APP字端 可以通过APP字端来区分 它的一个业务归属 那么我在tableB去insert进去的时候 它是从tableA里面查了数据 并且它明确指定了我的APP等于什么 或者硬什么 或者这种 那就说明它包含了 说明它就只包含了APP1的一个数据 那对于第二个query tableC 它去从tableA里面查数据 它并没有指定任何的 APP相关的产品那个废道条件 那就说明它其实是要包含所有的业务数据 这个是它的一个业务归属的一个依据 具体的话后面会 具体的做法后面会介绍到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场景 一个是一个复杂字端的数据流动的一个追踪 怎么理解这个呢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MAP字端 那这个MAP字端它保存了所有的参数 我们想知道 它的下游表都使用了它的哪些参数呢 可以看下面这个图 就比如说我最开始tableA里面是最原始的数据 保存了一个字端 有一个MAP叫params tableB呢 它继承字了这个params 它也有一个maps的 它是从tableA直接拷贝过去的 那tableC的话 它是直接从params取了一个key 然后tableD的话 它也是取了个key tableF 它也是从B里面去取了一部分 然后组成了一个新的MAP 一直这样下去 就可能它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它是直接从 它是直接保存了这个MAP的数据 另一个是它直接从这个MAP里面取了一个key 这样的话会有这个场景的话会有一些会有几个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这个判断的话 这个发现的话是要有基于一个列列级别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光要知道它使用到了这个列 我们还要知道它具体是怎么用的 因为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会有有些 比如它如果它使用一些聚合操作 但实际上它是已经聚明的 就比较看右边的例子 然后tableB的话 它从tableA里面去 确实从它的params里面取了search这个key 但是实际上它取出来之后 它又进行了一个聚合 一个less的一个line的一个操作 那么实际上tableA B呢 它并没有包含search这个key的一些数据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map字段 最原始的这个map字段 它可能会经过多层的转存 然后在转存的过程中 它的列名和类型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最终要追踪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转存的一个过程呢 要能够识别出来 要能够去追踪下去 因为你最最后来取key的这个表 这个表呢 它肯定是从它的上路取的 而不是最原始的那个表去取 我们以上面这个 我们以前面这个图为例 就比如说这个图 我们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表 tableH 然后也就是这个图上面 最后一列的最后一个 那么tableH它是取了一个key 但是它是从tableF里面取的 然后tableF的这个map呢 它实际上是都经过多次转存 最最初是从tableA里面拿的嘛 所以我们这个转存的过程的话 你需要去能够去处理 OK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是如何来做这个事情 首先呢 我们要能够从circle里面提提取一些必要的信息 比如说 基础的就是输入输出表啊 这些信息啊 更复杂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啊 它整个计算过程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这个列 它是它它它查了查了底表的哪个列 那它它中间是经过了聚合呢 还经过了某某某某UDF呢 还是转一上 然后然后最终拼接到一起 最终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首先的话我们想提取一些信息的话 我们直接分析这个circle是会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一个通用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去把这个circle编译成一个抽象语法树 然后这样的话 你在代码里会拿到一个一个树的一个结构 会比较有利于我们进行一些代码的处理 比如说我左边的这个query 我是呃 query逻辑的话比较简单 它是呃 从tableA里边查出了一些数据 然后tableB里面查出来一些数据 然后进行join join完了之后呢 再写入到tableC里面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预法树 就大概是右边的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树画的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它会这个树上面会对应不同的操作 会对应不同的节点嘛 而最上层的是一个insert的一个节点 就表示要写入数据的这个节点 那么它在它的输入呢 是一个project的节点 然后project的输入呢 又是一个join节点 join的话呢 就对应两个子节点 分别对应tableA的一个数据和tableB的数据嘛 tableA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它是 最底层的话会是一个tablescan 就表示从某个表里边取数据 取出来之后进行一个filter 然后我APP等于AP1 AP2 然后日期等于什么 然后这样的一个 一棵树 后续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树上面去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些 在 就可以拿到一些信息嘛 那么 那好你有了这个树之后 那就比如说一个比较简单 我想获取它的输入表都有谁 我只需要去编立这个树 拿到 那个 它的tablescan节点 然后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拿到它都 写它都查了哪个表 而对于输出表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拿到它的ensit节点 就可以知道 它写它最终写入的表 以及封区啊 这些信息是哪些 当然这个例子都是一个比较很基础的一个例子 呃实际上的英语场景呢 你根据不同的 需求 实际上需要进行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 解析的过程 通过三通过前面的话我们能够 解析这个query 提取一些信息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图 我们需要有一个血缘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图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导入所有的表和列 这些这些这些基础信息 比如说看一边的图 我们把 表的信息作为 把把每一个表作为一个点插入到一个图里面 每个列的话也作为一个点 插入到一个图里面 并且构建构建起来这个表和列迹的关系 就比如说 比如说 右图里面的table a table a的话 它对应的 它会对应三个字段 user id login time did 然后 user id和它每个字都会和它画 画上两个边 就比如说table a会有一个指向 user id的contain一个边 就表示它 包含了这个 user id这个字段 那user id同时会有一个belong to的一个边 而是它来自于table a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把这些 线上所有的表的这些字段 这些基础学员都导入到我们的图里面 那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我们有了这些基础的图的话 图的数据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前面解析 每个etl query的一些input 阿作铺的信息的一些东西 来构建出来我们整个树仓里边一个哈务表的一个血缘关系 比如说右边的图 比如说右边的图 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会有这么几种的 边 比如说我们有表和表之间 一个边 我们会有表和列 这个就前面说到的那个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列和列之间的一个 表示他们关系的边 比如 比如右边这个图的话 我们table a和table e 他们会各自指向自己 会各自有个边指向对方 表示table a是table e的上游 table e是table e的下游 但列和列之间的话也会依次去构建出来这个这个边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血缘的图 后续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图上面去进行 传播和便利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传播了嘛 就比如说假设说我们从某一些起点开始 假设我们这个图我们就从按照右边这个图 我们就从table a开始 我们认为table a满足了某一个打标的条件 那么我们会首先第一步就是给table a 来打上标 打上标之后呢 然后我们第二步是吧 我们会判断table a的下游 然后去取table a下游的一些 他对应的一条任务 来分析他这个一条任务里边的一些 逻辑 从而判断出来table 他的下游表是不是符合打标条件呢 如果符合的话 回去给他打上标 那看那对应到右边这个图里边 可以看到这些黄色的点 就是说他符合打标条件呢 而 那个 红色的这些点就表示 他虽然是table a的下游 但是他并不符合我们要识别的一个打标条件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只需要再继续去 去识别我们刚识别出来的这些 他的下游 我们只需要这样一层一层的重复的迭代过去 我们就能够完成所有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识别 那么我们看下面的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一个在这个图画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从开始打到最终 我们一层一层的会整个传播 传播结束 当然实际线上的话 然后这个 这个会比这个场景要复杂很多 因为这个图的话 你看起来 层级也不深 然后 他是他甚至都是一个有向无环图吗 那实际上线上的话 环的情况肯定是会存在的 然后他会 你转了一圈 又会回到原本的表 或者他会自己依赖自己 嗯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整个过程 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以及我们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特点 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 最上层的话是一个sdk 然后他下面会对应的一对应的整个内部的一些组件 下面呢 是一个query analyzer 那他的功能呢 是对circle进行一些解析 以及一些优化 比如说我们把circle解析成为表数 然后进行一些必要的优化 比如说 什么叫必要优化呢 就比如说 我们如果提前进行了一些filter下推 那么我们在分析选人的时候 我们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在他最近的在在table scan的最近节点上啊来拿到对这个table进行的退步数据进行的一些啊分数条条件 来比较方便的就相当于一个会有利于我们后面进行血缘分析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紫色的部分它是一个图的引擎 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有一个血缘图 那这个图引擎的话就是来存储我们这个图的一个地方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在这上面进行一些便利 也是都要依赖于这个图引 然后在图引擎下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状态存储 这个状态存储呢 为什么会有它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任务吧 然后它在这个图上面进行一些便利 那么它在便利过程中肯定是需要存储一些一些数据 有可能是一些中间数据 也有可能呢是一些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会有很多任务然后去跑 那我们会有一个 然后它这些任务之间的状态呢都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状态存储来负责存储这些任务的状态 来保持他们之间互相隔离 我们左边的话 这个绿色的这个 这个部分是一个Task Planner 这个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任务的执行流程的一个计划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对不同的场景 以不同的任务 它会去生成不同的执行计划 供下面执行情绪执行它 然后最最最后面是一个风布式的一个执行引擎 来进行进行实际的这个血缘的一个传播执行 然后任务 然后子任务的切封啊 然后一个任务之间的相互协调 一些这些东西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 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系统的几个特点吧 第一个就是一个更更聪明或者说更精细的一个Circle的语义分析 第二个是我们会可以自动的处杂 自动的处理复杂的依赖关系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支持很多很多力度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支持一个数据发现过程中的追踪 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个更smarter的一个Circle语义分析 比如说你看到右边的这个例子是吧 然后 TableA TableB两个招引 IP字兰进行招引最终输出出来 就发现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去分析一下这个数 你会发现IP字兰实际是被用到了 但是你去更深度的看一下 就会发现IP字兰虽然被用到了 但是它并没有最终查出来 它只用到了招引的on上面 所以所以实际上最终的结果的话 是不会包含是没有包含IP的一个数据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看这个右边的这个query 依然是AB join 然后如果你只是去判断它的一些table scan 然后发现它有两个table scan 一个tableA的一个tableB的 那它就有两个上游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它虽然它查了tableB的数据 但是tableB的数据只用在了join上面 最终的结果里面并没有查右表的数据 也就是tableB的数据 所以实际上它的血缘里边 它真实的数据并不包含tableB 而这个当然是从它最终数据的一个角度来看的 并不是从它任务依赖角度来看的 接下来看看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说我们假设说tableA tableB包含所有业务的数据 然后那么我们现在想判断这个circle 它这个circle的输出它包含的哪些业务的数据 我们看tableB是吧 它在查询tableB的时候并没有指定任何条件 那么相当于它从tableB里面查出来所有资源数据 所有APP的数据 然后再继续看它tableA 它指定了APP等于APP2 那么就说明它对于这个来说 它只包含了APP2的数据 那么再更进一步来看 这两个子查询它进行了一个inner join 并且是在APP字端上去进行了 join 那就说明它最终的结果里边呢 应该也只会包含APP2的一个数据 这个的话是我们一些对这个的一些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对依赖的一个处理吧 就是前面也有提到线上环境下表非常多 层级也非常深 依赖也会很复杂 包括自己依赖自己 然后这种常见就比如说它 我这个数据它是个拱动表嘛 我这个数据我会依赖左肩的数据 然后以及前肩的数据 然后这种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环依赖 我进行一些找找找 就发现它又形成一个环 然后甚至的话还有一些场景 一些更复杂的场景 就是说我们这个表的它的不同风区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链 这其中对于活儿依赖的话 对于传播过程中影响会很大 就比如说如果你要不处理好的话 它你这个传播过程在叠带的过程中 它会一直 一直叠带下去 因为迁入此循环 然后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我们这些情况都会去自动的处理 然后你只需要去关心一下你的业务逻辑就可以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支持了很多种的力度 不光有表迹力度 劣迹力度 我们还支持双区级别的力度 然后你通过这种不同力度的组合 再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更精细的Circle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满足 我们非常灵活的去满足我们的各种的一些业务场景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发现过程的追踪 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以前做过这方面工作的 就会发现 它确实会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就是说OK 然后前面我拿到了传播结果 那我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 你给我一个表 你说它打标了 它为什么会被打标呢 那你这个表 那这个表它为什么就没有被打标呢 那我们一个常见的就说 我们去找一些测试同学 或者我们自己 我们去按照它的血缘关系 去判断它的query 一层层的去往下找 这个找下来 你就会发现 就是几乎是不太现实的 你因为它会是一个 一个风散的过程 你开始只有一个上游表 它有三个下游表 每个下游表又有三个 又有三个下游表 整个过程会有膨胀的很厉害 人工判断的话 是几乎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传播过程中会进行会进行一些 关键信息的一些记录收集 在传播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会收集这些信息 然后会进行一些 对这些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处理 我们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我所有传播经过的一些表或者列 我们都能够很明确的给出来 它这些列 它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一些 每个时机或者每个节点的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结果是什么 比如我们知道这个表 它是从哪个表传播到它的 那么又经过了什么判断来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后面又又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过程 透过这个方式的话 能够非常有利于我们去人工的去 非常有利于我们会去进行一些判断 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我本次要分享的 我们在字节的一个数据发现的一个场景介绍吧 然后后续的话 我们也会逐步完善这个系统 来提供一些更 更易用的一些功能 和更复杂的场景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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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